女A決賽峰迴路轉 當全場三千多觀眾還陶醉在花地板激情和背景無奈之際 最後決賽哨聲又轟然響起 由藍色球衣攻聯直中對著黃色球衣的月華 攻聯直中首度打入決賽明顯有緊張手緊 月華實力稍高一籌一開賽就領先 而且逐步將優勢擴大 首節領先24比7 第二節再接再來 隊長張家晞最後一擊得手 月華達前到32比12 入得決賽沒有人想輸 攻聯直中在隊長吳葵峰發揮之下 第三節一度將分差縮到30比40 充現勝利主角 可惜這位隊長尾段五番離場輸32比45 第四節馬仲恆二一擊三分球 為月華打響投跑 之後全隊穩打穩摘 12名隊員當中有9個人都有進獎 一直保持10分以上的優勢 最終261比40得大意勝出 上隔七年後再上南美冠軍之尾 並且與社會文化師師師長譚俊明手上 捧過了久違了的冠軍唱盃 月華球員和支持者 開心到真是不默難以形容 不過攻聯直中打入決賽 都已經是雖敗又榮 請客了 感谢观看